分享一款由无碍大神制作的免费配音软件 调用微软列浏览器的大声朗读接口 使用C++和Python混合开发而成 支持汉语、方言以及多门外语的文字转语音功能 支持一段话内添加多个不同发音人 软件解压后 双击文件夹中的QSIG-52PG.ECK可启动软件 如果遇到接口错误的提示 可根据文件夹中的使用说明 先运行一下Silver文件夹下的Silver-H-Manson.ECK程序 等待获取配音源信息成功后 重启软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软件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输入或粘贴需要转换成语音的文字后 选择好语言和发音人 根据情况调节好语速、音量和间隔时间 然后点击视听 视听满意后点击合成 即可将音频文件保存到本地 合成音频会自动存放在 软件所在文件夹中的audio目录下 如果想要在一段话中加入多个发音人 只需要用鼠标选中一段文字 上方就会出现发音人信息 点击选择一个发音人 软件就会自动为选中的文字配置对应发音人 接下来事情一段 由该软件合成的多人配音音频 我从喧闹的街心走出来 那灯光的世界 距我是那样的遥远 我走到那条林音道中央 站在那里 前后只有雨声 大家不知藏到哪儿去了 这样真好 撑着一把伞 心中有一种柔软而又温馨的 几乎不敢呼吸的感觉 曾经有过的一幕一幕 一个又一个镜头 仿佛早就商量好 慢慢地从我语中的眼前走过 慢慢地走过 以上就是这款 微软语音合成软件的所有相关介绍 需要这款免费文字转语音软件的朋友 可点赞评论 转发本期内容后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网创智慧库 对话框回复关键词 微软培音可自动获取软件地址 如果本期分享对您有用 请点赞支持 感谢您的关注 记得关注网创智慧库 文号持续分享和高效实用的软件工具